現在就是要確定這些避田的資料 也就是請相關業者一定這些資料 要能夠期前才有辦法用這樣的避田的方法 就是re-sale檔這樣的匯率 但是如果說有些業者他覺得我這個要保幣 那這時候就有在匯路上會有一些問題 那這個大概是說明一下這樣子 我們大概目前規劃出來大概資料 就是說將來分析出來的一些報表 所需要的必需的資料 目前呈現大概是在畫面上說 所以帳號指的是 帳號是你們的 公司的嗎?還是他們個人的? 這個是個人的 就是到時候我們在剛才前一頁 第一頁的畫面有一個登入的帳號 就是我們在第一頁登上來 是你們給我們帳號還是我們自己寫進行 我們到時候這邊使用者登入有一個帳號 那有一些是員工屏 有些是主管屏 那他們是用這個帳號去登入 那我們有一些公司他可能登入是用Email帳號 有一些公司是用身分證字號 有一些公司可能有他們自己的帳號 那我們只是說現在會有一個帳號 這樣子的一個欄位會去填寫 那至於將來怎麼樣的一個規劃方式 我們會在那個4月份那次說明會 會不會跟大家說明比較清楚 因為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過程還在廣真名義 其實對 我剛剛就說 其實我們的系統其實能夠勾集 最簡單的就是身分證字號 可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其實也不願意承擔這麼大的責任 就等於說以後如果全部從業員100萬 100萬的身分證字號都在我們這邊 其實因為我們有個資法 其實相對也是對我們很大要求 可是相對的 其實剛剛我們跟合作的 這個飯店要求資料 其實每個人對資料的那個 界定跟保護都不一樣 我有接到那個老闆跟我說 我們是要跟他要一個組織系統給我們說 他就叫我要填一個 就是類似像一個保證書 切結的書這樣子 我看一看 比如說保證老闆 就是說如果這個組織圖表洩漏出去了 我要做什麼時候可以找到 我就覺得說天啊 我光是要一個組織表 他就是他要叫我填一個保證切結的書 我就覺得說這個責任蠻重大 所以說我們現在其實還在徵詢大家的意見 所以說剛剛我帶到的那個帳號 其實說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因為也有可能會是跟 如果是你們像飯店裡的使用 有可能是跟你們的員工帳號去畫圖的 就像我們在我們學校裡頭 一進來我們就會變一個員工來 然後以後進去我們就是這個 密碼我們自己設定 可是帳號是 他就知道是誰 所以這個部分用什麼樣的系統比較好 這個就是帶著廣正名義的基礎商業 小小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說 因為這個會登錄的 第一個就是業者 比如說藍金歷史分裂 應該就是人事部門的登錄 第二個是個人 我們現在以公司來說 公司登錄一定是名稱 一定是藍金歷史 它的編號 它沒有什麼名稱 它一定是同一編號 假設藍金歷史要加入 我就會先去申請 然後用我的飯店的名稱跟同一編號 然後會設立 那是不是有可能系統給它一個系統的編號 那個人也是一樣 如果你要加入這個系統 你就必須先有點像申請會員 那你既然願意申請會員 你就願意把你的身分支號 因為身分支號應該是做最後的勾計用的 那有沒有可能系統 不管你是個人或團體 都給它一個系統的流水號的歷史這樣子 那以後個人或企業登錄 它不一定用它的身分支號登錄 它可能用它的流水電號登錄 然後加密碼 那如果有一天它忘記它密碼 它是可以回去用它的身分支號 或同一支號回去查它的密碼 好像很多線上遊戲都是這樣 其實我們這個現在就是在廣泛考慮到 將來登錄帳號的可能的彈性 我們現在就在規劃這個階段 那也就是說 其實因為有些飯店的業者 他可能認為說 我想用這樣的方式登錄 那業者會用那樣的方式登錄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這個彈性都預留下 我們現在已經有這樣子 那確實像王總提的 到時候我們會有一個就是飯店的管理者 他可以去調整這樣子的內容 他是可以去做 也就是說到時候會依飯店本身 它的管理特性不同 是有彈性的 飯店他不會去干涉到油門個人運行跟預測運 我只可以跟員工說你要加入這個 我才有辦法幫你設計未來的訓練 那員工如果加入進去 他也可以選他要不要把他的個資碼 讓你可以找到 是因為個資法 因為個資法現在在規範上就是說 有在同一個系統或畫面下 就是第一個 你有姓名或是身分證字號在同一個畫面出現 那其實就已經有涉及到個資法的問題 那個資法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 你的就是當事人是不是真的有同意 把你這個放在這個上面作為用途 也是一個個資法考慮的條件 那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因為希望 將來這些的資料放到系統上 能夠對業者或是對員工來講他有所提升 所以當然一般來講就是說 當我們這個資料放上來的話 就是說我們本身系統業者也會有這樣的保密切結 跟所謂的相關的這個資訊中心或甲方引方 那業者對於這樣的資料放上來 那也必須要考慮到將來這樣的資料的安全性的維護的議題 那基本上就是說 將來在這個資料它的怎麼樣維持它的最正確性 也會影響到將來飯店使用這樣的系統 它的一個長安追求這樣子 那我想這個 為什麼我剛才所提點的就是說 一個是飯店的系統 一個是個人的系統 我想這個可以去考量的 這個我們就可以去考量的一個使用的方式 因為其實牽涉到不同的利益 譬如說有的有的員工會覺得說 那我希望如果是我的職員規劃 我可以自己帶著走 那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是透過跟飯店做合作簽約的 對不對 有的飯店會覺得說我幹嘛管他個人 對不對 他在我這公司他享有這個系統 他出去那是他個人的事 所以我也不想設計成 我也不想設計成他可以自己帶著走 所以這牽涉到很多 那我們就要在這中間去全門 就是說要能夠顧及 因為如果我們不聽 不能夠聽到業者的心聲跟戒嚴 可能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得到這100家的任務 那當然我們也要去想到 為產業整體的發展來講 其實當然是員工他可以去帶著走 他可以看到自己職業的發展 其實對整個產業長久的來講是好處 那這個東西也是這個過程中 要去跟業者來溝通 就是說其實在現在一個 外國年齡的環境作業之下 很多東西是越分享大家能夠越成長 所以但是如果每個人是步步自封 其實大家成長的機會都 而且其實我們現在的競爭力 不是跟臺灣做競爭 就像我們現在的學生 就是說很好剛剛鄭老師說要提供 我們花蓮地區主要可能說花蓮地區 就有100多個這個實習生的名額 我想這對穩定大家的勞動力 其實是非常有非常大的幫助 但像以我們高賽大來講 我們目前的實習 都有200多個學生是推到國際上的 所以就是說大家要來找學生是國際上來找 我們有加拿大的有美國的 然後比較近像紐西蘭然後澳洲還有英國 比較近一點的像新加坡、澳門、國流什麼的 都會來找學生 所以說其實國際公共飯店 他們已經感受到了 就是說他們自己都覺得說 他們如果不進步的話 第一樓的學生是先被外國國家搶走 他們只拿到第二樓的學生 如果拿到第二樓的學生 他們的競爭力當然就會又下降 所以我想其實我想我們的分享是要說 讓我們整個產業茁壯 然後我想國家的資源也是希望 我們國家的競爭力能夠提升 這是我們大家參與這個計畫的一個出眾 我覺得很多狀況就盡量反映 我想這個保護總他也是會回去這個 捷技心力來把這個系統做得更完美 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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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建議 我這樣子看 因為是不是說 你現在以公司為一個就是一個包包 就是一個公司包一樣 你進入的系統就說 我這個公司就是一個公司包 那底下就是你的員工 但是我建議就是說 今天這個系統是一個好合 不管身分字號或是這個 不要進去 用代碼進去就好 變成說你公司包 我比較好回來客廠他有一個公司包 我裡面的員工信息 你全部身分字號都用代碼 你萬一流失 萬一誰要怎麼弄都看不到 只是一個代碼 這是誰你都知道阿媽阿哥 也沒有這個這個 你用代碼 你要偏進去的時候你用代碼 盡當這個系統可以做你這樣子 你用代碼就好 你不要 你要有我的員工的身分字號 跟出資年級 沒有作用阿 我覺得因為這個是一個我們職能的東西 跟這個沒有功能 關起來也不要報稅 也不要什麼東西 那你就是用代碼 你進來的時候 你今天回南科長 你操作的人 你個人也好 你就把代碼偏進去就好 你在裡面的公司包裡面就是代碼 沒有名字沒有信息符號 這樣是最安全的 也別說某某人在你那裡公司 以後萬一這個資訊公司出來 都很保密 謝謝 這是蝦的建議 好 謝謝 其實我要講的不太一樣 其實我會覺得一個系統 他可以用的系統 所以他就是用他公司 他看電台做那個系統管理人 來管理一下人 所以這樣我想 我們可以去到在基本上設計上 目前考慮就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子 比較適合自己求 那我們現在都有考慮到 就是將來用代碼的方式 那為什麼原來會考慮到身分認識 是因為考慮到有可能一個飯店同一個部門下有相同性 剛好又一模一樣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議題存在 但是我們也考慮到有些業者就是他的資訊的安全的問題 那我們也有考慮到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整個設計上他的整個彈性要出來 否則其實到時候在上限 在將來預計在4月份上限的時候 有些業者如果今天能夠參與我們這樣的先導計畫 我們就可以抓住這樣的彈性 如果你沒有參加到時候來看 或不適合我 還要再修改 將來要改完才適合我 那時候的那個機會就喪失掉了 所以我們這些我們都把它考慮進去 請謝謝各位閒子的意見 那我這邊有一個建議就是說 剛才講到那個各自的部分 那其實也可以參考現在目前既有的系統 就是像中小王大 那中小王大的部分 他當然也包括像剛才所列的一些像是 還有身分認識好的姓名甚至 那他這邊已經有既有的一些規範 那我們其實我們也可以利用那樣子的一個平台 做資料的登入 那因為像我們在做這個職能診斷的部分 最後當然是會有一個職能缺口 那職能缺口的部分 當然後面是先得到的是一個訓練 那訓練的部分的話 當然分為就是 屍體的訓練 就是我們請腳趾來 因為做實體訓練 還有一個就是中小王大 現在目前是在做網路上的這個 教室的訓練 那我會第二個建議就是說 那實體的訓練也是需要排的 那這個實體的訓練 是不是可以拍攝 拍攝成網路直接放在網路上 那因為大家可以訓練時間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資源 他的共享會更高 謝謝 非常好 謝謝 因為這個我們有在 就是所謂的虛擬的大學這一塊 就是說 所以我們前面幾個課程 又有一些把它預拍成 預錄 那當然 這個比較現實的問題還是盡快的問題 因為拍攝的效果要好 比如說到底是單機還是雙機 然後有沒有後製 因為如果是一機放到底 不想接這樣子 一機放到底 可能效果也不會非常好 那可能大家上網一看看 就覺得好像是好無聊 都不看了 那你一個這個教材要做得好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訓練 像學校裡頭像哈佛大學 他們也是花了很大的經歷 很大的心力拍出來 然後再請校友先去看 看完以後再公告到YouTube 我想其實這方面的這個想法 其實網頭也有很多的構思 我記得時間前他就開始 啊我們每次來上課就幫我們拍 我想說你給我們一點點錢 然後什麼 所以要拍然後放網站 我們是不是拉衣服也要穿呢 對 制裝備可能都不足這樣子 等等 所以我想其實這樣 連會議的論壇的優點就是這樣 大家把一些好的意見拋出來 那我們能做的 我們就開始盡量一直做 那不能做的我們也會知道說 可能我們再怎麼樣帶大家再去 多再舉一些經費 甚至光要給這邊的機會進來 然後去做 因為我當時也是強調說 我們服務業24小時 對不對 有人這個時間放費 有人這個時間放費 其實只有網路上的大學 可以大家各自的時間 他想當課就半個鐘頭 或是YouTube的方式對不對 我想上課我就去抓來上一張 那因為很多比較高檔的企業 其實也都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做的 因為這個部分也是一直很想通過的 非常謝謝 那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寶貴的意見 我們還是有你遇到的 蔡林 我們長官在曾智元在那邊 因為這個時間正好大家都在中秋節送領 所以都很辛苦在他這邊跑來跑去 那如果比我就是說更多的提問跟發言 我是不是可以把時間 交回到我們這個房主廠房主任這邊 來請房主任來做一個 幫我們來做一個很好的一個投票 好還是再一次謝謝我們這個民院長 黃老師 還有我們所有團隊的朋友 真的提供一個非常好的平台 那今天聽完了 對這個東台灣信心有增加 坦白講我是過去幾次跟 尤其是這個林老師在東華的時候 每次來的時候回去的時候都會說 所以說他是職能的指斷 還不如是一種人際之間的信任度的論法際 或是一種橋樑 那這種橋樑的建構 他需要畫一些的心思跟有一些用心 尤其是我今天下午很認真的聽三位的 就跟復用自己的角度來詮釋 我們這個診斷的系統對大家的意義在裡 我最近常常思考設計或是說創新 那我剛剛早上的時候我們黃教授說 既然是在創新論壇 都要談一談創新的事情 其實創新基本上就是一種所謂的意義的設計 那也就是說我們這一個餐飲業 我們要付一個新的意義 怎麼樣子在花蓮、宜蘭或者是我們台東 產生一個意義上的價值的提升 可能需要有一個新的設計 而這個新的設計我覺得從現在開始有新的啟動 那所以剛剛我們這個黃副總說這個聖經很好 可不可以每一個人都印一本給大家 那他在講這個的時候我心裡就在想說 是不是要回應他說可以 那我後來想一想說應該跟他回應說不可以 如果說可以那就是說一本賣150塊 那要的人就要來花錢 因為他從頭到尾都說都是免費、都是免費 其實應該不是叫免費 應該都是說公費 天下沒有免費 不管政府的錢是在來自於哪裡 但是基本上我們還是有成本的 所以沒有免費的那件事情 不過我在想說如果這個所謂的這個磁點 大家的需求那麼高 我回去會請我們同仁馬上把它翻成電子數 那也許就不一定要拿那麼厚 既然我們今天是在講這個系統 那應該是軟體、族形的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會更高 那假如說各位有需要 也許在很快啦 我今天是禮拜三好 我回去就跟他們講 那說不定很快的話 你明天就可以在我們的系統上看到 那在哪裡看呢 各位可以download一個APP 叫做PWPatterns 就是你今天拿到我們有一頓這個刊物 叫做Patterns 然後前面是Pi1 就是簡稱PW 那你上那個 不管你是IOS系統、Android系統、Windows現在是7的系統 PC也可以、Lowbook也可以 你的任何smartphone、Pay都可以 目前是真的是免費可以download的 那一陣子以後我已經跟我們早上講說 未來是要自備我們來download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可以 你就可以上任何的系統 你先就把它download起來 叫做PWPatterns 那裡面呢有什麼東西 我想我們在這個產品的 我會拿一個小的斷區 大家可以在那個地方比較看這個資料 所以這個我想這個 不知道這樣子沒有人手一本 但是呢每一個基裡面都可以喔 然後呢 如果你是已經有雲端的 所以你在你的任何的這個裝置上面的 你就可以透過雲端隨時都可以用 那我想應該就會非常的方便 我不知道各位 如果你現在是用Apple 是不是已經download最新的IOS6 如果你已經downloadIOS6 你就現在會很高興的 可以跟你的Siri講中文了 對不對 然後我最近就嘗試問他說 你知不知道我很喜歡你 然後他就回答說 我太太聽完了他就笑死了 他說 你是不是對我們每個Apple的系統的產品都這麼說呢 那我覺得科技都已經進步到這個程度 所以現在呢假如我們還是用這個資本 可能確實是有點落後的 所以剛剛在這中間的時候 我同事傳了一個換財品給我 所以因為我們直信局 我們常白說各位報告 直信局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困難是過去歷史的重提 由現在是我們的正式的人力的編制很少 絕大部分都是臨時的非正式的人力 那要推動台灣的勞動力發展 我們不能說非正式的人力不重要 但是呢我們一定要有相當高比例的正式的人力 所以現在直信局從局長以下 大家都非常認真要下行政業去徵集合的編制 那所以最近這幾天呢 這個行政業要來考核 那我們弄了一個原額編制的這個說明書呢 各位知道說有四百頁的 然後委員來沒了一本 那我剛剛的同事傳給我是說 我們老委員會因為要準備這個四百頁的評鑑書 他說可不可以請我們泰山中心也就是川芯中心 把它翻成電子書 那當然是可以把它翻成電子書 只是我沒有回給他一句話說收費 那因為這是為我們自己這個機構來努力 所以因此第一個我覺得今天聽完大家的精神高興 假如真的我們花蓮、宜蘭、台東的朋友 特別是業界的朋友 真的需求非常非常高 我倒是建議剛剛有幾位在問說 你什麼時候要排教育訓練 也許這個跟聯老師三兩啦 不是要求啦 這是三兩啦 就是說如果我們大家各個地方 業界有一個集中式的要求 希望我們能夠來做多一點的說明 我覺得在違背我們經費應用的前提之下 我們應該盡量以業界的需求 讓我們來安排這樣的機會跟大家來做說明 假如有可能 也許我們的這個資區的這個部長也可以幫幫忙 不一定都做實體的說明 我覺得就是上網大家再往上來說明 應該也是解決眾多各地需求不同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第二點也請聯老師考慮 但是這個不是要求的 因為你們已經爆肝了 我也不希望你們是一個A plus的勞動力 是很好的 我們希望說這個長期永續來經營 不要一次就把你們炸乾了 那就不太好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副總講的最好的一句話是說 他今天在這裡要感受到這個很有價值很有意義 做心理的 感覺說有意義這就是有良心的心理 做有良心的心理 做了會舉動就對了 所以會舉動那就是永續發展的可憐性 所以假如說有可能我們也可以在線上 大家來學習這個第二個我剛剛聽完的想法 第三個是假如有可能 因為我剛剛之前一直在問說 我們這個可不可以APP 看起來是在網上可以操作 可是我覺得好像還沒有達到我講的那個APP 這個還有相當大的一段距離 所以也許是不是下一次第三次見面 或者是在最後一次我們到高雄的時候 常常可不可以找這個時間 特別是在高雄的時候 我們可能看看是不是在精緻一點來做一個討論 那如果能夠到APP因為今天可能沒有討論到 剛剛那個黃副教授有提到就是說 假如說我們今天這樣子磁能整個缺口出來了 那我要到哪裡去訓練 所以應該連結 剛剛其實是已經有講 那我們這個系統裡面 是不是已經有建構出來的時候 哪裡去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那缺口出來的時候 你想要辦訓練 那是不是應該要跟我們相關的單位來做一個合作 所以我剛剛很高一眼聽到有一些朋友說 我們也在升級TDQS的平衡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參加這個產業的展投資方案 充分應用 持續體現在總提供每一個人三年有7萬塊錢的合度 那這個錢呢各位不知道有沒有人希望說 假如我們這個系統出來了 很希望說不要等三年你才用到7萬塊 是不是你一年就把它用了7萬塊 說把我們的人力資本在短期之間就充分提升起來 假如有機會 我覺得不是給我們花蓮、台東、宜蘭拍拍手而已 應該要搬一個很重要的講 說我們人力資本真的要跟全球來競爭 坦白說在東台灣我們面對的是太平洋 我們有無限框管的空間 可是假如我們有更往大的這種胸懷 接下來面對太平洋就應該就是一個機會 而這個機會的來臨應該是在這個系統建構完成成熟的同時啟動 那我們也希望最快在明年的第一季 也許賣一點事業讓我們可能可以來啟動這樣的新的事態 有這個可行進的話 也許我們就可以幾乎來跟大家合作 那最後一點當然是在這個案子裡面沒有 因為剛剛中午在用餐的時候 我們理事長還有剛剛好幾位都講說 我們不是沒有提供機會 是沒有人要來做 那換句話講 除了人力資本的提升 也就是說我們創造訓練的流量之外 我們應該跟就業服務的每一盒工作 怎麼樣子整合在一起 那其實這個也是可以透過系統來做的 假如說我們花蓮、台東或者是其他的朋友 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特別是我剛剛看 這樣子看起來好像我們花蓮是在以市區為中心的 可能你的密集度比較集中 因為這個做法可能會比台東 而且台東在資本可能也是一個可能性 其實它也是一個區域 因為事實上在若干年前被台東 不管是連韓明老師或者是蘇瑞豐總事長 其實我們都有幾次區域的資本 他們也有辦這個所謂的聯合型的訓練 那我覺得其實聯合型的訓練是很重要的 以前的業者彼此之間沒有辦訓以前 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拜訪 為什麼 因為去拜訪的時候以為他要來偷你的保守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剛推這個聯合型訓練的時候 我也有去到烏來去 烏來的業者也是這樣說 然後他們說這個聯合訓練起來以後 我們從不認識變成好朋友 然後彼此互相串門子 我覺得這個信任的開放已經達成了 那我覺得這個不會應該是值得大家來共同努力的地方 其實假如有這種可能性 因為各位都知道今天台灣在全球競爭 絕對不能再走單打獨鬥 我們要走的是打群架的時代 所以我們也不是對內打 我們一定要集中起來對外來打 所以今天假如我們面對國際的觀光客到台灣來 我們有一個聯合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聯合如果我們從職人的提升 從人力資本的提升來創造人力資本的流量 以至於我們把東部地區的人力資本的存量 提到新的一個高級 新的一個高度 我相信這邊的好山好水配合我們這些好人場 應該是愧有機會 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剛剛總部長說 兩萬嗎?兩萬太多人 兩萬你太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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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再來提升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的努力的方向 是希望能夠建構一個所謂的這個 老力密集的這個高價值的產業 那我相信我們的餐禮服務員 就是一個老力密集高價值的產業 換句話講 我們既能夠容納很多有心想要投入 這方面領域工作人 同時我們也能夠創造很多的商機 然後也給我們這個從業的朋友 有好的福利的這個待遇 那也就是我們剛剛林老師在講的這個三四五 這個概念 想要能夠在我們東部地區能夠付出實質 我相信我們在執政局職業的訓練 就業的服務甚至於我們今天這個 努力機構部長也跟高威談這個技能檢驗 什麼標準條件的東西能夠整合在一起 我們特別是透過這一次的機會 又有一個研究的機會 所以從廉訓解用 我們把這個整合在一起 相信我們平台可以運用這個 只能創新的技能真正來提升我們 我們花東伊蘭地區的這個 餐理業的產業競爭力 這個未來實質是很大 所以我們雖然今天下午的時間蠻長的 可是我覺得大家有精神意義也非常好 我也非常謝謝大家三一條千讚 同時對我們這個CBC也有一個中國生產力中心的 讓我們來規劃各地區幫我們做這樣子 是不是我們也 剛剛都請我們拍別人找 我們就直接給他拍拍 我們非常優秀很幸福 然後我們再一次謝謝我們這個規劃的團隊 來補充一下市場 大家一直說市場 他越講越有興趣 然後我們這樣也可以把它整合起來 我們也給我們的同事的答案 謝謝大家 謝謝 再讓大家一點點時間 就是其實看到主任這麼有用心 大家可以知道其實不只這個論壇而已 其實我們已經前面辦了非常多 跟勞動力發展創新相關的論壇 那我們其實在我們的FB 我們更流行一下 FB上面都有我們相關場次 有錄影的有相關資料 我們都會在上面呈現 所以你只要在FB上面 只要打勞動力發展創新這幾個字 你就會找到我們 另外一個部分這個網站 你要有一個提供討論區 米如今呈現一下那個 這是初衛學習 然後這麼一個討論區 那接下來我們會接近把 因為會員制度還沒有完成 等到後面會接近上線 上線之後我們整個會員制度都會完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你們講義的第一頁 就是在你們議程翻過來 下面有兩行字 勞動力發展創新論壇討論區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網站 以及剛剛主任一直不亂推廣的那個 TALEN這個部分 大家想要知道TALEN的文章 想要知道TALEN相關的一些最新的趨勢 我們都可以在這個網站上面去找得到 那後面我們還有好幾場的論壇 那希望各位能夠共襄盛舉 包括我們在11月的 運定在11月第一週或第二週的時間 我們會辦理的是整個今年度最大型的論壇 那我們包含了各大場市 就是各個主題我們都會去談 那接下來相關的訊息 我們都在這邊去做公布 那也希望就是能夠邀請大家一起來參與 那最後再感謝各位今天的麗玲 跟撐到最後的這個努力 謝謝各位 那有些需要加入團隊的時間 可以把我們的影片或是資料給我們 今天就我們到前面來 我們先貝秀先生小姐 那我們後續就會主要跟你聯繫 還有包括教育訓練 如果你們之前沒有參與 可是可以先從教育訓練開始參與 然後從教育訓練的時候 立刻在現場發展的測試 真的 要把握機會 趕快明天教授 趁家打理稱還不用收錢的時候 還不用收費的時候趕快 現在是什麼 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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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收費